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合作及善用时间的能力 同时提升科技知识整理 更加深对于商业知识的了解 这次的旅程充满了成长和挑战 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的作品 克服了许多困难 这不仅是一次专题的制作 更是一段宝贵的学习旅途 为什么会想以竹联寺当主题 本组推出文创应用盘化 文创贴子 宫廟文化抽象型游戏 既用商品来更加收费的对竹联寺的制作 未来本组也会持续推出更多样化的商品 吸引不同的消费群众 立临竹联寺 本组举办大型实境解敏活动 邀请各年联系一同参与 认为能够达到上次吸引人所能的作外 而能够吸引人心人学人的朋友 带起步骤创进 你认为如何能够有效地将传统庙宇改善 以促进竹联寺的发展 我们深入探讨了竹联寺周遭的环境 发现庙宇附近有许多可利用的资源与开发机会 希望能巧妙运用这些潜力 顺而推动庙宇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 我们认为对传统庙宇进行创新和改革是重要的 这将有助于达到一个香火鼎盛 环境便利市场繁荣的庙宇景象 这个理念不断能为新竹带来地方创生 更期许为台湾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与价值观 制作时遇到了什么瓶颈 你又是怎么克服的 设计创新写的过程中 发现主缘对商业分析的生疏 对自身写出的东西产生动摇 另外时间压力也是一大提战 我们不仅要完成制作专题 也要将活动举办完成 遇到了上述的问题 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在主缘互相鼓励之下 我们相信彼此能克服这间的一个任务 最终我们形成了共识并获得认可 在制作专题的过程中 我们采取系统化的方法 列出需要解决的项目 并进行分工 通过小组讨论和修改 来确保内容的完整